今天是禮春 也是農民節 明天更是象徵團圓美滿的元宵節 在新年迎春的時刻 我們感謝農民的辛苦付出 而在這一天 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起 來了解食物銀行的推動情況 也格外具有意義 這些年來 中央和地方的合作 我們努力擴大社會安全網的照顧層面 食物銀行的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桃園這裡 過去八年 鄭文山副院長在市長任內 努力推動增加食物銀行 不只是數量增加 全市十三區也有很多貼心和創新的做法 像是今天我們所在的北區總行 是由安德烈慈善協會協助辦理 協會在前年加入了桃園安心食物銀行 的行業之後 推出了客製化的特殊物質項 來服務重症和病患的家庭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 店家以及民間團體 響應食物銀行的政策 讓需要幫助的人們 可以獲得更及時 更貼近需求的協助 同時大家也用習食 習福的精神 將每一份資源做到最好的運用 在這裡 感謝所有協助這個體系運作的夥伴 以及我們桃園市政府多年來的努力 也期待我們現任的市府團隊 能夠在過去的基礎之上 繼續照顧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朋友 而今年是充滿經濟挑戰的一年 中央執政團隊已經提出了第一波 經濟民生因應措施 也正在推動疫口特別條例的立法工作 我們也希望透過特別預算 來完成四項重要的目標 包括減輕人民的負擔 穩定生物價 調整產業體質 以及維持經濟發展的動能 其中 對於相對弱勢的族群 中央要加強照顧 提供各項貼心關懷的服務 我們也規劃由中央補助各縣市政府 來充實食物銀行的冷藏 以及冷凍的設備 讓食物銀行可以提供更豐富的食材和物資 我相信透過中央地方密切的合作 以及公司協力的模式 我們一定可以善用所有的資源 提供更多的服務 讓有需要的人都能夠得到溫暖的照顧 在守護國人 照顧國人的工作上 中央和地方永遠是夥伴 彼此也需要密切合作 中央會持續努力推動各項福利政策 也會給予地方最大的支持 新的一年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